臺灣鐵道觀光協會最重要的章程 請大家翻閱一下首冊的第四頁 臺灣鐵道觀光協會的章程總共36條 去年江戶光局跟臺灣高速鐵路公司 以及臺灣鐵路管理局簽了一個鐵道的MOU 我們覺得戰略比台還不太夠 我們希望能夠結合更多的產業界 學界 以及我們空光旅遊業界 還有很多鐵道我們也能夠一起來參與 所以在3月之前 我們就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本協會的章程 這個章程我們送到內政部 內政部也核准在案 就是5月13號 今天務必經過兩次的投資會議之後 我們做一些調整 利用這個機會要跟大家報告 大家請看一下第二條 第二條是本協會 當然就是所謂的本會 我們是一把設立 也經過內政部核定 以非營利 所以這個特別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是一個非營利為目的的社會團體 來鏈接鐵道觀光與文化為主軸 我們希望能夠作為知識共享與產業創新的發展平台 我們以活絡國內 以及海外國外的鐵道旅遊為宗旨 接著就是第5條 在籌備會的時候也做了廣辦的討論 這5條是本協會的任務 我在這邊宣讀一次 就是建構鐵道觀光基礎 第二就是協助推動鐵道觀光旅遊試驗 第三個是舉辦國內與國際交流活動 第四個是促進知識交流與研究發展 第五是辦理研討講習與教育訓練 第六其他與鐵道觀光及文化相關的事項 這個部分請各位會員再確認 第二章也就是我們書面資料的第5頁 在經過大家討論以後 我們決定把學生會員刪除 個人會員從20歲就降到18歲 這是我們這次在討論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修正 這個也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雖然鐵道明有15歲 碰到我最近以前當鐵路局服務的時候 還有一個14歲的國中生 早上6點鐘跟我辦 然後問了很多問題 然後到6點半的時候 我說你趕快上學 我想說我們這個協會 可能還是用下修 一般協會都20歲 所以我們是18歲 這個部分是我們這次修正 另外就是這個 其他跟一般的人團體都差異不大 我想說請大家參與 再看到第六一頁 就是我們在籌備會的時候 對15條做了一個修正 就是本協會 本協會 自理事15人 監事5人 原來報內政部的時候 後補理事是2人 後補監事是1人 經過協會委員的討論 我們修正 為後補理事3人 跟後補監事2人 我想說特別跟大家報告 那麼 其他的部分呢 也就是在第7頁 第7頁就是 第24條有討論 但是後來沒有修正 也就是本協會本會 得事實際需要聘請民運理事 顧問若干人 由理事長提名 經理事會通過頓聘制 有討論 但是我想還是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報告 那麼請大家翻閱到第8頁 第8頁就是會議的進行 那麼理事按照一般的人團法來制定 第28條有經過一些討論 跟第29條 原則上我們還是 未來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這個部分可以跟各位報告 那麼第9頁的第5章 有關於經費跟會計 我們很希望我們協會成立之後 第一桶金 我們希望能夠有100萬 如果存在定層裡面 那麼其他的會議 所以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做了一個修正 請大家看一下我們第30條 就是入會費的部分 個人會員是1000元 團體會員3萬元以上 所以入會費可以3萬 也可以5萬 可以6萬 10萬 30萬 都可以 我們就是希望 就是第一個下標 那麼其他的部分 就是唯一比較特別 就是贊助會員 贊助會員還是維持 就是對本會 新台幣10萬元以上 也跟所有的 會員報告 像日本有些鐵道的協會 他願意贊助我們協會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消息 那麼 可是他如果贊助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我們 國籍來參與選舉 所以我們 對一般的贊助會員 是不能參加選舉 所以大概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麼 本會的會計年度 第31條 是1月1號到12月31號 所以等一下會討論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在7月13號成立大會 所以會有兩個年度的財務報告 所以特別利用這個機會 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麼最後請大家翻閱 第10頁的第6章 第36條 那麼本章程 請本會 108年7月13日 第一屆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那麼我們通過以後 就由秘書處 警述這個辦理 那麼報內政策 那麼內政策核准的字 4號到時候就在連接來 然後送給所有的會員 以上的 針對第一個提案 各位 會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還是有什麼修正 如果沒有的話 就拜託讓大家 鼓掌通過 有一次內政策核告訴我 鼓掌通過很重要 他都表示是同意的意思 要不然就要讓他投票 好 第二二 我們審議108年 以及109年度的工作計劃